你听说我只有在半夜12点才能打的恐怖电话吗 据说这些电话都是来自地狱的某个神秘角落 今天咱们就要挑战多打恐怖电话 看看这些电话能不能打通 现在刚好是北京时间12点整 现在咱们就用小羊哥哥的电话来打 因为我还怕 一个电话 13个13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 就剩最后一个数字了 不该真的有人打通吧 有点害怕 准备好了吗 我要打过去了 你好 您拨打号码是空号 请和对后再拨 原来是空号号下半天 所以能不能来点真实的 第二个电话 十一个一 相传每次打过去都能听到不同女人的声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我不敢按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对后再拨 三个号码 零一零零六七六七九九九一零 听说这个电话打回去之后 会 一声 然后第二天 你会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回电 零一零零六七六七九九一零 这个电话看起来好像座级号码呀 打过去 啊 啊 没事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这个号码通了 重点是他真的 为什么 跑回了几米哥又起来了 他第一声是不是接通话要挂我的电话 啊 我害怕 我脚都不敢挂下去 好浪 那明天真的会有一个女人打过来吧 我要忍着 我的害怕 再来拨打最后一个电话 十八个零 据说这个电话是打刀 十二层地狱的 咱们来试试看 这种危险的事还是要给小燕哥哥来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六 十七 那好像最后一位了 十八个零 小伙伴们 你们敢挨下去吗 啊 啊 通了 你好 零拨打的用户正忙 来电信息将一短信的形式通知他 再见 哎呀那一短信的形式通知啊 不要看电话 不要你们回回来吧 大晚上走我啊 啊 啊 小伙伴们 他真的打过来了 我们要了解这个电话 好害怕 不会找了 麻烦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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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